各位,我看看我变成一个巫妇 到时拍婚纱照的时候 拍下去层次感会更丰富 这些人贴过几十万次 你自己贴好像不太为生 如果你是第一次拍婚纱照 你很害怕对着镜头 我都建议大家可以 It's my lovely day GOODING,我是凯晴 今天这个Vlog想记录一下 拍婚纱照之前要准备的东西 你会说,你不是之前拍过婚纱照吗? 为何还要拍这条影片呢? 因为我们设计了第二次拍婚纱照 这次主要是有些特别的 例如龙凤靠、蝙蝠造型 我们两个人觉得拍婚纱照 这件事都挺有趣、挺好玩 我设计了第二次 其实都是四、五天之后就要拍了 这几天都是瓶瓶瓶瓶地 准备拍婚纱照之前要做的事情 现在我正在去做头 因为拍婚纱照之前 一定要染布丁头 免得拍照的时候 下面是啤色,上面是黑色 就很噁心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去找我的发型师去做头 先做头 浅色的线条 就是它看不太 线条的方式 可是它是看不太出来 你有做这个线条 但是你在拍照的时候 如果头发上下来的时候 它在光线的折色下 它的感觉是不一样 线条度 有时候它如果帮你盘了起来 那你在这边呢 这样子的线条度 就会看不太清楚 但是它是那种很接近的颜色 这样的视觉在看 其实看不太出来 现在Avi在帮我用一个软前隔离 这是保护头皮的 保护头皮 各位 我看一下 我变成一个巫婆 还是什么的 很好笑 哈啰 我已经弄好头皮了 今天主要是染发 大家可能会看到我 是不是剪了一个刘海 其实不是 我是上一次聖诞之前 我就回香港之前 找了Avi 帮我去剪了一个刘海 打算有一个新的造型 去回香港 比较有新鲜感 不是常常都全白 Avi今天帮我染了一个挑染 但是它不是一条一条的挑染 它是用比较浅的咖啡色 去做一个层次感 到时如果是拍照的时候 拍下去层次感会更丰富 因为我平时真的很难去搞头 我每一次都是临急抱佛的 才去找Avi搞头 第一次去拍照也是 然后回香港之前也是 今次拍第二次拍照也是 除了这个新发型之外呢 我最近还有三个新的包包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我都蛮喜欢 带他们的帆布带出门的 它属于水洗的帆布料 而且蛮坚挺的 不会是那种很软的 上面有个拉链 东西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觉得其实它的容量还挺大的 不要看它小小的 其实它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这边可以放口罩 还有悠悠卡都可以放这边 里面有这些暗隔的位置 可以放唇膏啊电话 都可以分开放 然后这个拉链的暗隔位 我之前上去他们官网选包包 我觉得超级选择困难的 因为他们选择真的蛮多 有大有小 然后颜色也蛮多选择 他们现在水洗的帆布系列 在做特价 大家猜一下这个包包多少钱 三九九而已 就是四百块都不用 就可以有这个帆布的包包 平时出门也好 下楼买菜也好 其实都可以带出门 我觉得还蛮耐用的 好啦 拍婚纱上之前 要做的第二样东西 就一定是去试婚纱 没理由拍那天才去试的嘛 所以其实我们前几天 就已经去我们拍的那间公司 试了婚纱 其实它就要时间去改车村 那我刚刚呢 就去了再重新试一次 是不是真的fit size 然后现在呢 我就要去做第三个东西 就是去做facial 因为都会想那天 臉不要这么暗沉 那我之前呢 都是这一条片说过 我在台湾在哪裏做facial 现在就上去找发发啦 我到了 它现在装潢完超漂亮的 哇 很多花 花我来咯 嗨 你来了 哈囉 我现在在大花花那边了 你今天会帮我做什么 我今天会帮你做 你明天不是要拍照吗 对 我今天帮你做杏仁酸 它明天脸不会长痘痘 然后它的那个效果是很亮白 你明天上妆就会很好 会很贴膚 会很贴膚 而且你今天回去要敷面膜 记得哦 好 谢谢你哦 没有问题啊 我做完facial了 哇 现在颗头呢 大家看到吗 超级漂亮的 我觉得我的皮肤真是花花救了我 每一次 譬如一些粉刺 或者一些泥包 很难清的那些 找它一定去搞得到 以前我在香港做的话 第二天一定会有很多 红色一点点 很明显 你一定是昨天做完facial 被人摘得很痛 但是每一次花花 当我做完之后呢 其实那一晚回家的红色印 已经是少了很多的了 所以我都隔一个月至三个月 都会去找花花去做facial 去保持皮肤 如果不是真的 好像以前这个样子的时候 真的很恐怖啊 好了 下一个呢 在拍婚鞋之前做的准备呢 就是买Nubra和婚鞋 我之前呢 就去了买婚鞋 那里有卖蓝装的皮鞋 顺便去帮阿帕凡去选择 咖啡色的皮鞋 会比较白搭一点 我觉得买完之后 拍婚鞋又可以穿 然后婚礼那天都可以穿 那就不会浪费了那双鞋 只是穿婚礼那一天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呢 你都可以和你的摄影师 或者造型师去 耐一下你的造型 是想要什么风格 如果你是想可爱风的 像我上次这一组 走可爱风的围室 你可以买那些小白鞋 或者你本身家里的帆布鞋 都可以的 不需要一定要分鞋 那Nubra也是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选择的 婚纱公司 会不会免费给你租的Nubra 但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 别人贴过几十万次 你自己再贴 好像不太为新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都是要买的 拆一个话题 我要跟大家看一下 另外两个包包 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了 让大家看看里面 中间这里有一个安全隔层 里面可以放钱包 比较重要的物品 我超级喜欢这个隔层的 这个就可以放水壶 雨伞的位置 我的水壶就可以直接放进去 然后你怎么东外西倒 水都不会掉下来 因为它已经卡住了 但是这个外面呢 就不会有拉链 变成是有这个扣 扣住这个包包 这个款式呢 我就选了暗紫色 但其实我收到上手之后 我觉得它是偏暗的 如果你想要明亮一点的话 可能你要选别的颜色 其实这个包包 有一个比较小的size 像这个水蓝色 版型有点不一样 里面有很多这种暗格 它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位置也会有一个暗格 让你的东西可以分得很整齐 这里也有一个放雨伞啊 水壶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对我分享的三个包包 有没有兴趣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资讯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因为现在在做优惠 所以大家去买的话呢 其实真的几百块就可以有一个包包 非常的划算 大家记得去购物一下咯 我换了个场地和大家继续聊 因为刚刚出面吃到太大风了 拍照之前还要准备些什么呢 我自己就觉得指甲都挺重要的 其实我上一次拍照之前 我又去林口找朱迪帮我做指甲 做了个水晶指甲 真的幸好有做 因为有时有些不知什么动作 会看到指甲 如果像我现在这样 真的好噁心 幸好那时候也有找朱迪帮我做 但是因为我这次实在是太趕急 去拍这个婚纱照 所以就没有去找他做 我之前就在韩国网那里 就买了一些指甲贴片 然后贴完之后呢 你去照那些UV灯 它就会硬了那一只 是可以自己在家製 那下一个呢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可以没有 但是都是一个Tips来的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拍婚纱照 你很害怕对着镜头 或者很害怕 不知道那个摄影师 拍出来的效果是否你自己喜欢的话 我都建议大家可以上网 可以上网 就是收集一些 你自己想要的Style的一些照片 然后印出来给摄影师看 令他知道你大概想要的Style是怎样的 那拍出来 我相信跟你预期的 不会差太远了 我上一次拍 我觉得很满意 但其实我之前也是没有做功课 我完全是没有印出来 给摄影师参考 完全是放等给他发挥 幸好跟摄影师很合适 拍出来就很满意 希望我明天的摄影师也是 可能今晚都会找一些 可能龙凤狂的照片 可能都会给摄影师 看下我想要的Style 因为始终 其实今次是拍第二次 我都会想 今次和上一次的风格 有点不一样 所以都会想上网去找一些参考图 最后一件事 拍婚纱照之前 就一定要心情愉快 我觉得拍婚纱照是很好玩 完全不是压力 所以我是很期待明天的来人 因为其实拍婚纱照那一天 身体都累 如果你前一天又没有睡 可能你的状态会不会太好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放松你的心情 然后迎接美好的拍婚纱照日 今天就分享了拍婚纱照之前 大家可以预备的东西 希望大家有帮助 大家就敬请期待 我第二次分纱照拍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